好 那我们继续来谈下一个单元 变因 在谈这个变因之前 我们来看一个图表 就是疾病衰老由来图 刚刚润果那个图表 再让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还是要看一下 虽然变因是要解决疾病 疾病的症状 那我们一定要了解它是怎么来 所以要从变因来 那变因它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体伤跟热能不足会不会互为影响 这个早上都有讲 那体伤有分他处体伤跟本处体伤 那从生命的角度 我们也可以从这张表来探讨疾病 怎么说呢 你生命要维持下去 要不要你的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要不要 要啊 如果他罢工了 心脏罢工几分钟 你就那个了了 就活不下去 对不对 所以他们是不能罢工的 要日夜24小时 每分每秒帮你运作的 你才能活下去 所以你必须要有组织器官的运作正常 你才能维持生命 好 那组织器官要正常运作 要不要有动力去推动他 一定要 那个来自于哪里 就是我们说的热人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一定是靠这两个来支持 那我们的生病也一定先 这两个出了问题才会 所以生病一定是 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怎么样 来自于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问题 还有一个怎么样 身体能量不能充分供应组织器官 运作所需的热人不足问题 只有这两个层面 所以我们简单的讲 所有疾病只有什么 它的因是什么 简言之所有疾病只有体伤 跟热人不足 没有其他 那其他的讲得太多的 对你们一点意义也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的医学 讲得太复杂了 原始点 进一步把它怎么样 化妨为简 把它归纳到从生命的角度 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 还有一个就是推动它的 这个出了问题的热人不足问题 就只有这两个层面 那你把这两个层面解决了 很多疾病 自然人体就可以怎么样 自我修复 这才是最理想 好 有了这样的概念 那体伤会影响热人不足吗 会不会 会 热人不足会不会推动不了 而造成体伤 也会 好 有了这个概念 我们再来看第一段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我们看内文 生命要靠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 而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需要充足的能量 此能量称为热能 因此 所有疾病不外乎源自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问题 二是身体能量不能充分供应组织器官运作所需的热能不足问题 简言之 所有疾病症状皆因体伤与热能不足所致 体伤分为他处体伤与本处体伤 可直接导致症状 热能不足则可通过影响体伤间接导致症状 有症状必有体伤 身体为修复体伤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而使热能不足体力虚弱 反之 热能不足体力虚弱也会使体伤恶化而加重症状 陷入恶性循环 由此可知 体伤与热能不足彼此相互影响 共同左右着病情的变化 所以治疗疾病必须同时解除体伤及改善热能不足 好 这里最后一句变得很重要 也就是我们的治疗一个原则 你有体伤 不但要处理体伤 还要处理什么 热能不足 这样才能够根治疾病 因为他们彼此都有影响 那同样热能不足引起的组织受损 你还是要去找 看看有没有体伤 彼此互为影响 那这样才能根治疾病 好 那原始点 这样变成一个整体的 也就是它的用法 遇到各种疾病症状都是 一针二咎三用药 同时用 按推一条脊椎七处 就是就像中医的什么 一针 那外热源跟内热源呢 就像揪跟药一样的道理 它只是一个热源概念 那只是中医现在很少说 你进去找他们的时候 他们既给你吃药 又帮你揪 又帮你针 有没有这样的诊所 你们有没有遇过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还有啊 那个已经稀有了 我都没有办法做到 他们真的做到了 我那时候记得早期 我在看病的时候 有一个脚踝痛的患者 那天气一变冷 哇 他就更痛 当时我记得开了一些药 他也没笑 然后帮他扎针也没笑 最后索性发了菩提心 想今天就把你做好 就开始帮他温揪 这个很累人的 在诊所 你看要开药 又要帮他针 又要帮他温揪 花很多时间 然后诊所的空间又小 一熏下去 整个屋子都烟雾弥漫 你知道吗 不好玩的 我那一个患者 我就真的帮他揪 揪到怎么样 眼睛都酸涩了 结果不知不觉就怎么样 打瞌睡了 然后突然间听到惨叫一声 马上惊醒 但我故作镇定 我跟他讲 你不用担心 这叫疤痕揪 是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会留下疤痕 但是热源会直接透进去 患者听我这样解说 也就安心了 他明天进来还来找我 他说站一下 果然有效 他今天还想做巴胺揪 我说不行不行 我今天太累了 从此不敢再跟帮人家 在诊所 在温揪 真的是忙的 一个就搞得没完没了 然后整个烟雾弥漫 所以我相信现在的诊所 不大可能这样做 应该很稀有 所以刚刚几手的 其实也不多 我看 看有没有 百分之一二都 都值得讨论的 好 那简单的讲 现在中医就是 有些就只有开药 有些医师 有些医师只有推拿 有些医师他会开药 但他不一定会推拿 也不一定会帮你扎针 是吧 很多他们又有时候 分针灸科又内科 那个是不对的 中医其实真正的 如果我现在 用原始点来证实 那事实上 他原来一针二咎三用药室 各种病症 他都要这样用 这样才是完整的 但中医好像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已经要理师求诸也了 也就是在中医找不到 但在原始点可以找得到 你们不信 你们可以去任何的推广处 他们去不但会帮你们 怎么样 按推 会不会帮你们 红豆袋温敷啊 也会 会不会给你们 一杯姜汤喝啊 也会 所以你看 一针二咎三用药 全部用上 所以我们一开始 原始点的理论 已经透了之后 所有推广点都这样做 那已经是完整 也不分科了 所以什么病 症与状 我们都有办法解决了 是这样来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他处体伤或本处体伤直接导致 按推原始痛点 可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以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外内热源则可改善热能不足 间接解除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所以辨明症状之体伤位置 是决定治疗原则的诊断方法 好 这里提出一个概念 既然我们三者都用 但为什么还要辨呢 因为我们要了解 它是他处体伤还是本处体伤 他处体伤的处理方法 跟本处体伤的疾病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处理的方法着重点也不一样 如果他处体伤按推 着重再按推 你就可以解决 但如果是本处体伤所致的症状 你就要考虑怎么样 以内外热源为主 所以体伤位置的辨明 对治疗的原则上 会起了很大的不同 着重点会有不一样 所以当然这个要变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便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需按正 状 区别对待 状的体表组织受损 必属本处体伤所致 目视即可分辨 正的体伤位置 则他处本处皆有可能 须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是正之改善与否才能判断 若有改善 则此证与幻处无关 是由原始痛点所致 此原始痛点称为他处体伤 若无改善 则此证与原始痛点无关 是由幻处体伤所致 此幻处体伤称为本处体伤 这一段看得懂吗 看得懂举手我看一下 应该这个很容易理解 反正就像我举例的开关 按了开关开了电灯亮了 那就是电灯之所以不亮 就是因为他处体伤 也就是开关没有开 那开关开了电灯还是不亮 这个叫做本处体伤 也就是换处出了问题 它指的就是这一段 指的就是这样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可见对于病症而言 是先有按推原始痛点的治疗 之后才有变病症 之体伤位置的诊断 因此其过程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 当体力虚弱病症出现 便具有危险性 并不适合以按推原始痛点 作为诊疗手段 所以 若要通过诊断 便体伤位置 以决定治疗原则 首先需观察 是否有体力虚弱病症 如行动迟缓无力 异常疲惫 瘫痪 肌肉萎缩 暴瘦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高烧 腹泻 肢体冰冷 怕冷 发抖 水肿 以及壮的体表组织受损 其次询问按推原始痛点后 病症的不适感或功能紊乱 是否仍无改善 与此两者中 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 即表示疾病之主因 在于本处体伤 处理上 先以外内热源为主 后以按推原始痛点为辅 反之 若两者皆否 即表示疾病主因 在于他处体伤 处理上 先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 后以外内热源为辅 好 这一段就是 让我们的治疗原则更明确化 也就是你把体伤位置 变清楚了之后 你就知道 应该先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还是先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这一段是在讲这个 那我们前面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再看上一页 因为按推原始痛点 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这是毫无疑问 但是你每一次 难道都应该用按推来诊断吗 不对 因为按推会消耗热能 大家要有这个概念 如果遇到体力虚弱的人 他是有危险性的 你这样按推 就会有冒着风险 也就是他应该是要温敷的 你却先按推 消耗他的热能 有时候就会揉出问题了 这一点一定要确定 所以我们第一个 要诊断他是他处 或本处体伤的时候 第一个不是先靠按推 而是先怎么样 观察 有几个可以观察 就是看 因为我们分症跟状 症的体力虚弱 有没有 在论果的时候已经有提 症的体力虚弱 多属本处体伤 所以这个一定要先温敷 而且症的体力虚弱 有危险性 只要症的体力虚弱 这里任何一项出现 都不能轻忽 你看 就像我随便举的 异常疲惫好了 那异常疲惫有什么关系呢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很多人死于异常疲惫 尤其新闻常常报道 这些科技业有没有 过劳死有没有 这个就是异常疲惫啊 那前不久还有新闻报道 一个就是 针丸针丸已经很吸了 他继续刮杀 结果就出人命 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就是异常疲惫的时候 就是人很虚弱 热人不足了 你就要小心了 一定要让他充分休息 然后要温敷 喝姜汤这一类才对 而不是在按推 所以这个着重点 一定要分清楚 所以我们的诊断 第一个要靠观察 观察什么 有没有这些 病症的体力虚弱出现 那我这里 所罗列的这一系列 这些症状 病症 我希望各位把它背起来 因为只要遇到任何一项 你千万不要轻易动手 只要看到这些病症出现 立刻怎么样 温敷喝姜汤 然后等他稍微有体力 你再帮他按推 看哪里有体伤 那为什么我们的手法 要严格规定 每个痛点只能按 九秒钟最多 有没有 就是怕你们揉得太久 消耗热能 遇到体力虚弱 可能就揉出问题来 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手法篇 每一句话都要好好看一下 这个都是指导原则 现在都已经化为 实际在临床用 所以这些都要记起来 那我们第一个是先观察 好 有行动无力 也就是你看一个患者来 然后走路很缓慢的 举步维艰 你就要小心了 你不要叫他立刻趴下去 然后就揉起来了 等揉了一段时间 你再说 好 起来看看有没有好 人家不回应了 我看你就惨了 早已经往西方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你一定要先看清楚 有没有风险 那在原始点 我是希望能做到怎么样 把所有的有风险都排除掉 让大家在最安全的情况下来操作 所以这些患者 我们不要急于先做 我们先温敷就对了 那这样就可以避免 所以你们要多看 什么异常疲惫 癫痪肌肉萎缩 暴瘦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高烧 尤其腹泻 它已经泻得很厉害 人都虚了 先不要揉 先温敷 尤其有一些体力已经很虚了 肢体病人 怕人发抖水肿 这一系列 所以这些都要怎么样 都要记一下 背一下 遇到这些状况 先温敷 然后再来观察什么 撞 我们说撞是可以观察出来 然后撞一定是本处体伤 那本处体伤你根本不用揉 你就知道 这个要先温敷了 对吧 好 那到了病症的时候 才要 这些观察避开了之后 其次才是怎么样 按推原始痛点 再来询问一下 它的病症 到底是他处 还是本处 也就开关开一开 看看有没有改善 如果没有改善 就叫本处体伤 有改善 叫他处 那这样我们就变出来 那如果属于本处体伤的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先内外热炎为主 后按推为辅 如果反过来 是他处体伤 那就是先按推为主 内外热炎为辅 所以后面讲的 都是在讲这个概念 这样你们看得懂吗 懂得举手 我看一下 好 太好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诊疗一体的概念 诊断跟治疗 已经完全贯穿了 不是诊断归诊断 治疗归治疗 等于诊断完 我们就可以治疗了 你们看还有没有医学 能够做到这样 看完了 检查 然后立刻可以做了 没有 检查还要一大堆 好几天 那几天之后 他们还要研究报告给你 然后再怎么治疗 那又是另外一方面 那原始点已经可以做到这样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 无论是经络穴位 阿氏穴 乃至原始点的研发 都是为了解决 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由于病症的体伤位置 他处本处皆有可能 因此 若要从因解决病症 必须辨明体伤位置 也由于体伤位置变明后 才能决定改善 热能不足的热源使用原则 此即 属他处体伤者 温敷应以原始痛点为主 患处为辅 属本处体伤者 则反之 可见医疗 若不知疾病 可由不同体伤 及热能不足所致 就会误入歧途 延误病情 好 我们这里 其实就是重复前面讲 无论是经络穴位 就是指中医 还有阿氏穴 乃至原始点的研发 都是为了解决什么 他处还是本处 他处 这个一定是要记得 所有疾病不坏 就是他处跟本处体伤 所致 那这一部分 一针 也就是原始点的按推 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都是为了他处而研发的 好 那这样说来 我们为什么要研发 就是解决他处 所以他处跟本处的体伤位置 要不要变 当然要分辨 但自古以来 就是包括中医 也没有这个概念 是原始点一路做 才确定 哇 原来病症有分他处跟本处 那他处跟本处的治疗方法 决然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进一步 原始点再把这一个进一步深化之后 才知道体伤位置的重要 因为它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才有办法做到这样 好 我们继续看 因为体伤位置变明后 你的热源才知道要怎么使用 那以前体伤位置 包括针灸 他们都在找大开关 也就是比如说你胃痛 中医可能扎珠三里 心有问题就内观 类似这样 那原始点也是 它就是往上找 就可以找到 那这样 能够进一步把体伤位置分辨之后 我们的热源就知道怎么使用 以前很多人在问 那我这些 比如说我们外面的药膏 应该要贴哪里 到底是贴患处 还是贴在其他的穴位开关 这些问题一直没有答案 但从原始点这里 有了这样的 它处跟本处之后 就完全可以解决了 简单地讲 当你按推有效 就知道这个病症是 它处底相来 那你就不要 温敷在患处 就要因温敷在怎么样 原始痛点 它处 也就是你揉的部位 那里有痛点 就温敷在那就可以解决 那如果按推没有效 属本处体伤 那你就温敷在患处就好 我挤膝盖就好 膝盖痛 揉了屁股有效 那你应该 红豆袋要温敷屁股 还是温敷膝盖 屁股 但揉屁股没有效 膝盖还是痛 那就属本处体伤 那应该温敷在哪里 膝盖 但是 我说到这里 其实这里已经不是医学界人谈 因为医学界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他们的贴法是 常常看似一致 但是很荒谬的 比如说 膝盖痛 大家都知道 绝大多数 正的不适感 多数他处 也就是都是屁股引起的 要部应该要贴哪里 屁股 对吧 但你们去中医诊所好了 十个膝盖痛 十个贴出来 都贴哪里 膝盖 绝对没有人贴屁股的 那你就知道 原来热源使用 大家都是往患处贴 那个是错误的概念 如果你去看哪一家 中医诊所 他膝盖痛 然后药部贴在屁股的 那一家一定是跟原始点学的 因为知道从他处 贴的 只此一家 别无分号 所以这已经可以确定了 那也形成一个特色 而且这个是 才是真正能解决疾病 不是从患处的 那何况现在的药部更惨 很多都是冰凉的 你知道吗 消炎的 那是西医的概念 我们的概念 你看一针二灸 灸是温敷的概念 但是到了西医的兴盛之后 这些灸有时候就变冰敷了 那就更惨 什么消炎止痛的药部又出来 那更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那进一步来讲 其实热炎的使用 包括我明天要讲的 还有刚刚讲 你看眼睛痛 我们直接 是温敷在哪里 直接用姜汤 洗眼 这个就更猛 是吗 这个已经不是 借由皮肤进去 眼睛是器官 直接倒入器官去洗 那这样内热源 它有没有起到指导原则 有 因为你眼睛有问题 你按推头部原始点 无效 那属本处体伤 最好的方法就是 直接温敷 换处 那眼睛怎么温敷 软软贴 贴在这里 贴成两个像熊猫眼这样 这个很热的 这个不行 直接从眼睛进去 就更快 所以这个也是 到最后发展成灌场 你说 你到了很多胃肠病的时候 你温敷进不了的时候 喝也喝不了的时候 最快的方式是怎么样 从肛门进去 所以这个才是最直接 所以也就是因为 有他处体伤的概念 跟本处体伤的概念 我们现在的发展 原始点我认为 今年是最快速的一年 也就是很多解决疾病 更加快速直接了 我们知道 如果本处体伤 那最好的方式是直接怎么样 直接温敷就最快 比如说 你头部有体伤 有时候 隔着头发 那你用软贴 这些效果不一定好 或碎电痰 有时候效果 轻微的病症 本处体伤还可以好 但到严重的时候 不一定好 那不一定好怎么办呢 我们就有更猛的方式 有些推广处 就叫患者要怎么样 剃光头 不是叫你们出家 但先要剃个头 表示诚意 然后我们就开始 姜粉泥怎么样 直接涂到头部 那这样直接进去 比你的温敷效果 任何的效果 还要好 那后面还会讲的 像牛皮咸 有这些大面积的 有时候也是这样涂 那是这样才能够 把很多危急 还有很多严重的疾病 怎么样 更直接的把它处理好 所以原始点现在 从这一条原则 一路这样研发 它一路进展 今年很多都突破了 所以在这一条上 我觉得是原始点 今年是很多方法 已经开始由各方人士的努力 已经开始 像明天可能谈的 包括鼻子过敏 有时候按推 温敷这里是不够的 现在还有人怎么样 融姜汤 然后用直接喷鼻的 他说来一个 治一个 不会有肉网之余的 这个就更快 直接温敷啊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所以原始点已经确定 如果换处 什么方法能够更直接的 不要借由大面积的 然后毫无目的的 这样温敷 效果肯定是更好 所以这一条 也确定了这样的 一个原则 然后再从这个原则 下来的发展 整个就更顺理成章 好 我们这一段 先谈到这里 所以辨明体伤 跟热能不足 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然后也因为体伤辨明之后 热源的使用 我们更直接了 也能解决热能不足的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体伤 你根本很多问题 都会延误病情 像西医 没有他处体伤 结果什么都拿来开刀 结果很多他处体伤的病症 不该开的也被开了 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辨体伤热能不足程度的 诊疗方法很重要 此方法是通过观察症状 体力表现 推断体伤 与热能不足之程度 以便病情轻重好坏 再从病情轻重好坏 以决定治疗原则 好 这个变体伤热能不足 既然这么重要 所以我们又发展出 这一套的诊疗方法 也是诊疗方法 前面变体伤位置 是一个诊疗方法 诊断加治疗 这一套又是另外一套 它是怎么样 从观察患者的症状体力来看 因为我们知道 体伤反应在外的是怎么样 症状 那热能反应在外的就是体力 所以你从症状跟体力 以果来推因 就可以看出里面的 因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再来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 来解决这些问题 好 那包括好转与恶化的判断 也是观察症状跟体力 所以它又是形成 一个重要的诊疗方法 那我们来看 这一套是怎么来达到 这个目的呢 好 这一段简单的讲 很多里面也有一些解释 其实轻症只有三个要素 它发生的部位一定是在四肢 第二个一定是在局部 第三个 发作的时间一定很短少 也就是它发作 好像好几天发作一次 甚至一天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 就不再发作 所以这三个要素才是轻症 那反过来说 它不在四肢 然后它不是局部 是多处的 还有它的发作不是短暂 而是持久的 甚至平凡的 那这个就是重症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二 因为症状多处 且发作频繁或持久 表示体伤严重 影响热能肾剧 且症状又在头身 有危险性 故属重症 三 盖而言之 好 这段简单的简单的简单的简单 前面轻重症已经分辨出来 那在两者中间 在两者中间 比如说轻偏重 重偏轻又怎么分呢 这里就在谈这一个 那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今天头痛 然后一天只有痛三五分钟 好几天才痛一次 那这个是什么症 好 我们来看 第一个 他是不是在四肢 不是 所以这个跟轻症无关 然后他发作的时间 平不平凡 不平凡 然后他是局部还是多处 局部 所以这两项跟轻症一样 只有一项不同 那两项相同 好 就在这一条 两项相同 则属什么 轻偏重 好 万一我的头痛很剧烈 早上也痛 中午也痛 甚至晚上又痛一次 那这个是属于什么症 因为他发作的时间又平凡 所以只有他是局部 跟轻症一模一样 其他两项都不同 好 那只有一项相同 则属什么 已经到重偏轻了 那我又头痛很剧烈 发作很平凡 结果我又咳嗽 这样是属于什么 重症 因为他是多处的 而且又平凡 所以简单地讲 这样已经教你们 所有症状来 你们要看 这个是来的是轻症重症 你们会不会分了 一定会分 这个很容易 轻症 轻偏重 重偏轻到重症 好 那进一步讲 如果又出现病症的体力虚弱呢 就是我们前面提的 比如行动持缓无力 异常疲惫 怕冷 肢体水肿 有没有 只要这一系列 任何一个症状出现 他就属重病 也就是重病 你轻症 即便有体力虚弱 都算重病 也就是比前面的症状 都要重要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体力虚弱 会严重影响生命 因为我们的生命 之所以能活下去 靠的是热能 那只要你体力一虚 那个热能已经少 短少了 那你就要小心 所以这时候就不能疏忽 所以为什么 连一个异常疲惫 我们都这么在意呢 道理就在这里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轻重症主因是体伤 表示热能不足 还未严重 除体表组织受损之外 处理上 先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 后以外内热源为辅 研判轻重症的好转与恶化 首先观察是否有体力虚弱病症 其次观察症状是否更严重 与此两者中 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 则属恶化 反之若两者皆否 则属持平或好转 轻重症患者 如果病情恶化 即表示体伤与热能不足更严重 其因多有医术不够完善所致 医者必须以病为师 虚心学习 并且深入此法 辨明病情轻重好坏 及体伤未止 用诸善缘同时改善体伤 其热能不足 以达到从因解除症状的目的 好 你看我们只要辨明 它是属轻重症而不是重病 那我们就知道治疗的原则 它治疗原则一定是以按推为主 热炎为辅 你看就确定 那至于看它的好转移恶化 观察两个 有没有出现体力虚弱 只要有出现 那你就知道 这个可能是恶化 对不对 就要小心 还有我刚刚提的 如果它的症状进一步恶化 算不算恶化 算 它症状就是观察这两者 尤其以体力虚弱 最要要紧 那症状恶化 我认为短期的起起伏 这个都不会死人 只有体力虚弱才会 所以第二项我还不担心 我怕的是第一项 从重症到重病 那个才是关键 好 那如果连轻重症都治不好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医术一定有问题 也就是医术不够完善 我现在说医术就是不敢得罪很多医师 如果说医师的技术不够好 那这肯定得罪 那医术不够完善 就是这个医学可能不完善 所以每个人造就出来都不可能 每个病人都治好 那就有一个理由 但原始点 其实已经讲得很明 轻重症不难处理 它大开关也有了 你只要按推 还有给他内外热力 他一定会好 所以我说 如果轻症到重症而不好 最主要的理由 当然我说得很客气很婉转 医术不够高明 那这些医师要怎么办呢 要虚心学习 这个不是患者的责任 一定大部分都是你的责任 那你要怎么样 以病为师好好探讨 他为什么好不了的原因 然后还有 我是不是应该治疗有到位 该按的开关有找到 这个才是重点 如果你能够虚心这样学习 那如果又能够有原始点这个法 那肯定 你一定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这才是我们说的 从因下手 然后最后来解除所有疾病